陈师傅说 他之前在浙江杭州安邦护卫有限公司工作快9年了 当司机 7月14号中午11点多 他来单位食堂吃饭 因为停车和公司同事发生摩擦 我平时在外面这一块区域呢 出事一辆都没有 我都找了 没有错位 然后我们慢慢开到里面去 然后的话呢 我里面看了一下呢 展望的地方呢 有七八个空位 七八个空位嘛 我认为这么热嘛 我们应的地方想停一下 我们吃个饭马上也走了 这边边呢 有个人也有一辆车 有一个走路 一个开进来了 我也不能死 然后我刚刚想到一个倒车呢 他过来了 他说这个车子呢 是不是你们维护坐停的 这位置呢 是我们这个领导的位置 你脑子破掉了 因为这句话 陈师傅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要和对方平平理 心里不舒服 我也跟他讲了 我说你好好说 你不让我停 我会开走的 但是你骂人 那你侮辱我 那这是不行的 根本我说你这样的话 我都要跟你平平理打 这么我下车了 他呢就是也反正推动了 然后打了我一下 打了我一下 我懵掉了 打哪里了 他 他好像打到这个地方吧 陈师傅说 这时他拿出手机拍摄 对方来抢手机 还把他的手掰伤了 陈师傅提供了一段视频 你来 你再动手 你不要动手 我告诉你 你不要动手 我哪有动手 我哪有动手 你来 你再动手 你不要动手 我告诉你 你不要动手 我哪有动手 你不要动手 当天下午 陈师傅去杭州萧山第一人民医院拍了CT 诊疗证明显示 局部皮肤挫伤 全身其余部位无压痛 四肢各关节活动良好 CT提示位健明显异常 陈师傅说 他带着诊疗单去找公司领导评理 被告知 从监控视频来看 对方没有打人 他不认可 报了警 经派出所调解 对方赔给陈师傅1200元 第二天 陈师傅收到了公司的通知 这份处理通报上说 7月14号 公司后勤保障部金某在基地停车库例行安防设备巡查时 看见一辆围保车未按规定位置停放 上前劝导 双方发生冲突 事后分别对两人进行停职待岗 要求配合调查和反省 涉及陈师傅的这部分 说他违规停放车辆有错在先 不听从现场管理 并以非常规方式引发冲突矛盾等等 在停职待岗期间 仍不配合调查 拒绝承认自身错误 予以解除劳动合同 陈师傅表示不接受这样的辞退理由 另外 他在2019年和公司 签了5年的劳动合同 劳动赔偿又该怎么算 想找公司要个说法 找到滨江区南环路上的 浙江杭州安邦护卫有限公司 安全管理部的马经理介绍 当时制止陈师傅停车的 是负责安全消防巡检的员工 那个陈雪华同志 确实是违反了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 首先这个车位不是他的 也是专用车位 那他本来就不能停里面 但是他既然进来了 我们也让他停 就是不要停在这个专用车位上 停在边上 因为边上也有空 为了进一步解释事情经过 公司的马经理带记者 去了事发时的停车位 并提供了一些监控画面 马经理介绍 公司这个基地一共有两处停车区域 分室外和室内 除了挂有标识的专用车位 室内还有不少通用车位 马经理提供了一张监控照片 时间是7月14号中午11点10分 室外停车场空着很多位置 那么双方起争执的时候 是否有人动手呢 视频上来看两个人存在打架是不可能的 那推推攘攘在这个环境当中呢 肯定是有 你说要动手 这个应该我觉得啊 我们客观公众的来说 就是争执多 没动手 上面有排子的你不能停啊 就这样这样 至于后面最主要有回音啊 我们也听不清楚到底在争论什么东西呢 然后他就走了嘛 然后他就手机打出 就对了他一直一直对了他 说话都不说没有 就一直对了还在拍呢 然后这样去抢一下这个室友的 抢一下手机 对 那不是说打他是不是 那陈师傅出示的那个视频 是监控中的哪一段呢 记者仔细比对了一下 那我们看的应该就是这段冲突吧 在阻止他拍摄的同时就是碰到了他的手 那么他说他打人 而且这个视频上一直在跟着拍 你打人你打人 其实从视频上去看 根本就没有打人的这个动作 马经理表示 同事之间的小摩擦 本来可以内部调解 并且公司目前承担着重要工作任务 陈师傅这样的举动 既无视公司制度要求 也损害了公司形象 至于陈师傅提到的劳动赔偿 这个他要去问人事组织部 因为我这里只分管的是安全这一块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这些小摩擦 你们这些小摩擦 也不是很小摩擦